羅教授 羅教授非常客氣 他說這個課題不離枯燥 我說不會啦 台灣民政府的成員 精神抖手 大家都很愛聽這種課 對不對 來 謝謝 各位先進 兩禮拜正前 還從我的 下個禮拜的一個講者 林東俏會計師 他今天有事 兩個禮拜前跟我說 要來這邊跟大家 做一些 基本概念的介紹 然後很強調食物的東西 但是這個 時間他原來跟我說 兩點鐘 後來一直追加說好像要四點鐘 我想說 這個 這麼溫暖的天氣 然後又在 又在這個 剛才大家吃飽 看到這個議題 不想打瞌睡 也很困難 所以如果真的 沒辦法自我克制的時候 你就瞇一下 然後據說這個 這個 結束之後 你們明天還有柯齊 柯齊是很簡單 你只要 我不知道 他應該有沒有講義 印給大家 沒有 沒有 我還說 因為這差不多 去頭去尾 差不多 四十八 我還記得 但是 三分之一以上是 一些基本的資料 然後 大的東西 我想這個 你偶爾 瞇一下眼睛的話 考試 這個 應該不會太困難 有是非題 是非題 反正就二選一 不是圈就是差 選擇題 四選一都是單一選 單一選擇題 不會太困難 然後 我是各出了三十題 給 這個 你們行政單位 業務單位 給他們去逛 所以呢 這個 我想 絕對不會 為難大家 那當然 考試只是 學習成果的一部分 過程 我覺得是 比成果還要重要 所以 今天會播這個 這個時間呢 是希望大家 還有一些的 能夠聽得越多 越好 聽多少 算多少 但是考試呢 是 希望大家都 皆大歡喜 題目看起來 好像 很恐怖 很威大 裡面的內容呢 我過去在學校 大概是 就我的印象 是四個不同的科目 一個科目 大概都是 上下學期 各三學分 所以十幾個學分 我們要大家三四點鐘的時間 要了解 這麼大的議題 裡面有一些 基本概念 有一些 就是 其他國家的 一個情況 還有一些 是現在 政府的 一個 預算的 編制 要怎麼審議 那當然是這個 今天 你們主幹單位的 一個主要的 一個內容 當然 裡面我會有一些資料 你如果有上網 那時候 大概 有幾百頁的 那個什麼 現在 中華民國政府 什麼年度總預算 它裡面的 什麼科目等等 那個 大家如果有時間 以後要用到的時候 可以去看 不管你以後 是要編預算也好 要審預算也好 甚至你去執行預算 因為 一個基本的概念是 什麼 預算是政府 為了要達到它的一個 施政的目的 然後呢 在社會裡面 去找資源 找一些 那個 說得八就是找錢 除了錢之外 還有它可以動用的資源 譬如說 土地也是政府的資源 未來說不定水 空氣都給政府 可以 至少在它的管轄權的範圍內 可以這個 有那個權利 它有分配使用的權利 一旦分配使用 它就是要像那個 經常我們聽到的 叫做使用者付費 什麼使用者付費 最簡單的 有的是最直接最明確的 有的是間接的概念 譬如說 我們繳稅給政府 政府拿了我們的稅之後 可能用在很多不同的用途 為了怕外面的人來入侵 所以要買飛機 槍炮彈藥 這個叫做基本的國防 另外呢 社會秩序的一個維護 治安很重要 還有什麼呢 這個都是對社會穩定很重要的 也許外面的 也許是裡面的一個秩序 那秩序的維護 還有一個什麼的 紓緩 司法 所以早期如果你有聽過 這個想 那個 200多年前 在探討政府的一個功能職責的時候 有兩種不同的一個說法 一個是說像集權政府 這個老百姓呢 都沒有任何的資源 所有的錢 都是在政府手 所以那個是百分之百 政府運用社會的一個資源 另外一個是極端的 那個政府呢 是很小很小 那個在經濟學裡面說 這叫古典學派 不是音樂的古典音樂 某種程度也是 就是剛開始的時候 大家都是什麼 那個政府的概念 是朦朧朧朧朧朧的 慢慢的大家覺得 這個各自為政 好像沒有一個 一致的一個團結的力量 所以呢 才會有所謂的邦國 甚至呢一個城市國家 最後就是一個大政府 所以古典學派就說 我們主張的是一個 做事越少的政府 是最好的政府 那是在西洋裡面 古典學派的說法 古典就是古典音樂的古典 做事越少的政府 是越好的政府 怎麼說 所有的資源 都是老百姓自己去支配使用 政府呢 只要維持一個基本的 它的主權 還有呢 對外的一個安全 對內的一個秩序的穩定 這樣就好了 政府也不要辦什麼 國營事業啦 或是呢 很多的一個 做了太多太多的一個工程建設 沒有必要 那老百姓自己呢 就會自治管理 那如果大家這樣想的話 政府做那些事情 跟政府不要求那麼多錢 就不用 所以這個概念呢 一直實施了幾百年之後 一直到什麼時候呢 大概在西元的1930年代末期 1940年代初期一准 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個代表 美國啊 他出現了一個叫做金融 他的第一次的金融危機 什麼金融危機呢 就是股票市場崩盤 崩盤之後呢 整個社會呢 這個什麼 四個人裡面就是一個人 沒頭路 失業 那政府呢 這個運作呢 非常非常的困難 所以就讓經濟學的那個古典學派呢 就大家就去檢討說 那政府如果做那麼少事情 資源呢 百分之八十以上 九十 都在民間 那真的如果 政府 整個社會發生比較大的一個 動盪的時候 可能就沒有那個 讓社會趕快恢復它的一個 正常軌道的一個力量 所以經濟學裡面呢 這個師出古典 背叛 我經常講他說 他有點像 不能叫背叛師門 叫青出於藍 什麼意思呢 他的老師說 古典學派是最好 那個叫做凱恩斯 他是主張大有為的政府 政府呢 做事越多越好 那政府要做很多事情 那是因為那個時候 整個社會的整個主要是經濟 整個社會的總體經濟出了問題 物價這個 雖然沒有通貨膨脹 但是呢 這個百業蕭條 百業蕭條的時候呢 唯一可以動員社會的 一個最大的動力就是 有那個執政權的政府 所以那個時候政府怎麼辦呢 政府也沒錢啊 因為不景氣 政府沒錢 要怎麼辦 所以政府有一個最大的武器 錢是賤戶贏 政府呢 就大量印鈔票 那這個應該大概在四五年前的時候呢 美國再次發生金融海嘯的時候 一直到現在 有些我們聽到這個QE啊 那個Q呢 是數量的E 是Easy 一般的專有名詞叫量化寬鬆 賤戶呢 就是印了很多的一個 這個什麼 它有完全主控權的 而且社會普遍接受的 叫做鈔票 而且美國政府還有一個最大的優勢 它印的美金不是只有在美國流通而已喔 有些大概在這個中南美國家 甚至有些國家呢 它政府也放 這個什麼呢 也印鈔票 但它的鈔票呢 它跟美國呢 等於是1比1的等值 哪一天我們也希望我們台灣呢 新台幣跟美金是這樣1比1的話 那也是一個 我們大家的一個 也不會有太多的一個 叫做不滿足啦 為什麼啊 現在我們是30塊的一個新台幣 兌換1塊錢的一個美金 那當然要到什麼什麼有那一天呢 我們自己說了不算 一定要有什麼 背後要有很強的一個什麼 叫做經濟實力 所以這個是整個總體經濟裡面呢 我們從政府的預算裡面 為什麼不只講政府預算 跟大家講 說政府預算 以前我30幾年前 我自己在當學生的時候 老師在課堂上講 差不多也是這種天氣 那時候也沒冷氣 可以翹課的男生 大概都回到宿舍 或是呢 到比較涼快的地方 教室裡面呢 絕對沒有像今天這樣子 那麼大的一個盛況 因為我以前班 差不多五六十個學生 老師如果沒有點名 然後大概呢 能夠有二分之一的出席 就不錯了 那個為什麼呢 因為天氣環境實在太糟糕 但是多少聽的一些東西 我今天講的有一些都是以前我的老師 或是我的老師的老師 教給我的 三年多以前我都一直是在地好好 教了二十五年的書 然後這個家鄉是在新竹 新竹的鄉 本身是客家人 但是這個現在台語講的機會 比客家話還多 但是客家話我還是能講 然後這個剛剛在上課的時候 本來問說 這上課是要講國語講台語 那是客家話 那這個抱歉 這個高三族的話呢 我還不太精通 所以國台客呢勉強 基本上的溝通都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講預算一定是要講到總體經濟 為什麼呢 因為政府在動用社會的資源的時候 他一定要看我們這個社會呢 有多少的經濟動能 那當然前提是說 我們這個整個人民呢 希望我們的政府是什麼樣的政府 等一下看到有些數字的時候 你會看到 我們的一個政府呢現在 我是為後代的這些子孫比較擔憂 現在全世界很多政府都是這樣 不太負責任 什麼不太負責任呢 那哪個人的話 我們通常個人的理財有兩個不同 就是我還不太負責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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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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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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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